畫面上倒數三秒火箭發射 瞬間火花四箭成功升空 在今天十二號早上六點 逢甲大學在屏東旭海成功發射 研發的第一支單捷混合式小型科研火箭 飛行時間十四秒高度約兩百公尺 是台灣中部大學第一個 踏入科研火箭領域的學校 數據得知大約兩百公尺 跟我們預計的飛行高度 事實上是相當吻合 飛行的距離也應該是兩百五十公尺 所以這些都是在我們原先的分析設計裡面 所以今天的驗證應該算是相當的成功 而這次參與火箭計畫的人員 總共有二十二位學生 原本在昨天十一號首度試射 但因為技術原因未能點火升空 而今天終於在早上六點成功發射 也成為該場所啟用以來發射的 第五支科研探空火箭 而計畫主持人也表示 培育更多太空人才 讓台灣的太空技術有進一步的發展